美国政府宣布就香港问题制裁全国人大常委会14个副委员长 众议院随后也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在北京外交部说人大常委会维护香港法治和特区宪制秩序合法合理不容挑战 美国财政部在香港时间星期一深夜更新涉及香港问题的制裁名单 将全部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纳入制裁 连同他们的直系亲属禁止到美国 在美国的资产也将会被冻结 美国人和企业也禁止跟他们交易 国务卿蓬佩奥之后发表声明 说北京持续攻击香港民主进程 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阉拮了港人选择待以示的权利 显示北京完全不理会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最新受制裁的人士都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四个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而丧失资格 这次是美国第三次就香港情况 将内地和香港官员纳入制裁名单 至今总共已经有29个人被制裁 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诺惠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等 美国众议院期后也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为逃离政治迫害的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 加速他们申请难民的程序 以及协调其他国家和地区向港人提供庇护 法案将会呈上参议院 不过美国今届国会会期春年1月3日结束 在限期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的法案将会作废 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 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也是维护香港法治和特区限制秩序的必要秩序 合法合理不容挑战 人民日报就发表署名评论文章 说美国的制裁影响不了香港 并举例说美国针对港区国安法实施制裁 都无外港府和警方执法互发的决心 无先电视记者蔡荔珠报道